1972年1月6日 陈毅因病武士长辞 陈毅追悼会将于10日 在八宝山革命公务举行 追悼会当天 病重的毛主吉身穿淡黄色睡衣 胡须杂乱 面色憔悴 躺在床上辗转不宁 终于他按捺不住 缓缓坐起身来 摸索着穿上拖鞋 向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吊车 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说着 不等工作人员反应过来 人已向门口走去 工作人员不知主席 为何要这样匆匆去参加陈毅追悼会 便快速拨通西花通的电话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 依据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的举动 迅速做出了提高追悼会规格的决定 通知在今的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等人 凡是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要求的都可以去参加 休息室里落座的沙发上的毛主席 看见张倩进来 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 他两手撑住沙发扶手 努力想站起来迎接 张倩快步上前扶住毛主席 满脸热泪 哽咽着问道 主席 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两眼请累 握着张倩的手 缓慢沉重地说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吗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随后 毛主席又对陈毅的子女说 要努力奋斗 陈毅为中国革命 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立了大功劳的 这已经做了结论了吗 在毛主席谈话即将结束时 张倩真诚地请求说 主席 您坐一下就回去吧 毛主席微微摇头 说 不 我也要参加追悼会 给我一个黑纱 张倩忍着泪连连摆手 那怎么感到呢 毛主席说 你们把她套在我大衣的袖子上吧 张倩搀扶着毛主席走进会场 毛主席已经穿上那件银灰色的大衣 衣袖上缠着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陈衣一向前指道词 他读得缓慢 沉重 不足600字的道词 他曾两次哽咽诗语 几乎读不下去 这样的感情失控 出现在所有超人毅力和克制力的周恩来身上 实属罕见 陡然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 在鲜红挡其覆盖下的陈衣骨灰和钱 毛主席深深的三鞠躬 会场里 乌业之声再次形成刚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